乌龟缸里养泥丘有什么用? 东龟先生的每个龟缸里都有泥丘 不少朋友有疑问养着玩意有啥用? 今天顺带说说鱼缸里养小鱼虾泥丘的好处 根据东龟先生的观察 龟缸里养了小鱼虾和泥丘 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是有利于活水、稳定水质 这个原理是什么? 东龟先生一直没弄明白 但缸里有鱼虾泥丘的话 水质确实容易稳定 没有鱼虾泥丘的水质容易坏 原因暂时未知 但这个现象存在 第二有利于处理食物残渣 喂食的时候难免会有剩下的 不及时捞出就会坏水 但有了鱼虾泥丘就不同了 很快就处理干净了 特别是泥丘 善于钻角落、孔洞、缝隙 能清理这些死角里的食物残渣 至于清理粪便什么的 这属于想多了 多数不会吃 第三就是防蚊虫 夏季水中容易滋生蚊虫 有了小鱼虾泥丘就不怕了 第四训练乌龟运动游泳 有了小鱼虾泥丘 乌龟饿了会捕食 这个过程中会训练乌龟觅食和游泳能力 很多人说你的龟捉鱼很厉害 一下就捉没了 这主要是因为你鱼下的是观赏鱼 也生小鱼虾 乌龟捉到并不容易 还有容器太小 没有躲避 鱼也容易抓 第五就是作为长期龟粮 比如有时你要外出一段时间 又想喂龟 养一钢小野鱼就不错 死了乌龟直接吃 没有死的 乌龟饿极了也会抓 比如东龟先生的这个龟缸 曾有大小二三十只鱼 现在一只也没有了 这个龟缸曾经也有一群鱼 里面有几条还是带硬刺的昂刺鱼 黄嗓鱼 现在同样一条也没有了 饿极了 不要小瞧乌龟捉鱼的能力 龟缸里养泥丘确实好处多 那么养多大的胃好呢 推荐杨某宝上9块9 几十条那种泥丘苗 小泥丘 乌龟容易捉 关键是不闹腾 比如东龟先生鱼缸里这条泥丘 隔太大 抢食比乌龟苗凶猛 这就算了 平常在缸里就是个孙猴子 完全忘记了 他其实只是沙和尚 上蹿下跳 脚的龟缸不安生 不过你有过滤器的话 倒是十分好 里面的灰尘马上就给你翻动起来 但是如果没有过滤器 就不要养这么大的 泥丘活不起来 也是让人烦 东龟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 简单靠谱养乌龟 乌冬和原生鱼 关注东龟先生